补中益气丸用的好 从干到皮 从虚到痰 掉一身气肌 补五脏气虚 说到补中益气丸这个中程药 我想大家都用过 它有着补益脾气生养局限的作用 针对于这些脾胃虚中气不足导致的脏腹器官下沉的患者 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 还可以改善神皮乏力食欲不振 今天沈医生再教你补中益气丸和其他药物搭配使用 第一种就是搭配逍遥丸 逍遥丸的主要功效是疏肝解瘀 有句话叫做肝木刻皮土 肝的问题不好就会带动脾胃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就需要去肝脾同调 想肝脾同时出现问题的患者一般有食欲不振 情绪不调 神皮乏力 所以在疏肝解瘀的同时还要去补益脾气 第二种搭配二层丸 二层丸的主要功效是造湿化痰 力气合胃 看似两味药都是健脾的 其实则另有玄机 一个补充脾胃之气 一个负责化脾胃之痰 并且去同时健脾加快了脾胃的修复功能 并排除了身体的湿气 第三种搭配五子燕棕丸 五子燕棕丸有补肾易经的功效 所以针对男性问题导致的中筋不振 易经早泻 腰脾酸痛有着不错的效果 此外在搭配上补肾易气丸来补益脾气化成气血 气血足了肾经就有了补充的来源 脾肾同调 精血同补 全都可以用来补肾易气 这种搭配的 这种搭配的 这种搭配的